來 這裡有一堆練習 把前面交的東西都再複習一遍 這個練習是把前面交的東西弄一遍 好 交響樂友美妙的聲音 鋼琴的高低音是 因為高音跟低音哪裡不同 高音跟低音什麼地方不一樣 2號 2號 哪裡不一樣 高音跟低音什麼不同 頻率不同 不要那麼小聲 要有信心 頻率不同 頻率 音調就是聲音的高低由頻率決定 所以 高低音是因為頻率不同 然後呢 鼓聲有大聲跟小聲 響度有強跟弱 響度強跟弱是什麼不同 響度的強跟弱是什麼不同 響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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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量决定的 政府代表能量 所以呢 由政府决定 听演奏的时候 这个声音是长笛的声音 那个声音是小喇叭的声音 你靠什么知道这两个声音不一样 你靠什么知道这两个声音不一样 number 小老师大人 啊 你懂事啊 波形 波形 你坐下 浑身变人就是音色音频 声音的特色 声音的特色音频是由波形决定的 所以我们答案选波形 就把我们前面学的那边总整理一下 要问问各位小事一桩 OK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然后 再来 所有乐器一演奏谁听到谁的声音 这个我们也问过了 类似题问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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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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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的声音先到 没有 讲话 不讲话 不讲话 你选猪是吧 你选猪 你选猪 同一个戒指老说的重点吗 同一个戒指传任何声音速度 普遍嘛 速度一样嘛 所以大家就一起到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 猪耳 这样 很好吗 没什么问题 都是前面学过的 OK OK吗 很好 停写科行练习 停写科行练习